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一 加拿大人今年假期好征服羊毛 四種方式領錢 進入假期購物警 可能很多人的銀行賬戶用了負擔 那麼提醒大家一下 加拿大人可以通過以下四個方式 從政府那裡獲得一些額外的補助 BPP是一項每月發放的印稅福利 意在代替退休後的部分收入 年滿60歲並有至少一次有效繳納記錄的人才有資格申請 從2025年開始 加拿大養老金計劃從65歲開始可以領取 每月最高可獲得13,064.6加元 而2024年7月65歲新退休者的平均月領取金額為815加元 加拿大兒童福利金的發放時間為11月20日 12月13日 自2024年7月起新福利年度開始 CCB增加了4.7% 這意味著6歲以下的兒童最高福利從7,437加元 提高到了7,787加元 6歲至17歲的兒童的福利從6,275加元 提高到了6,570加元 這筆錢是免稅的 安省延林草福利 發放時間為11月8日 12月10日 OTB是安省能源與物業稅減免 北安大略能源補貼和安省銷售稅減免的合併支付 阿爾伯塔省兒童與家庭福利發放時間為11月27日 ACFB是一項免稅福利 專為有18歲以下子女的家庭提供 家庭净收入超過25,935加元的逐步減少此福利 收入介於25,935至43,460加元之間的家庭 仍可獲得部分福利 保守黨領袖伯利智在週一發布新函給各省省長 呼籲他們取消售價低於100萬加元的新房銷售稅 此前伯利智承諾如果他當選總理 他將取消售價低於100萬加元的新房聯邦銷售稅 伯利智在上週表示 他將通過廢除聯邦自由黨的住房政策來支付聯邦減稅 保守黨估計這項措施將使80萬加元的房屋成分降低4萬加元 並刺激每年再建造3萬套房屋 在週一的致省長信件中 伯利智表示各省的銷售稅也大大增加了房價 他告訴省長們他理解各省的情況各不相同 但通過實施他承諾的新房解稅 他們將為居民節省數萬加元 取消聯邦和省級的新房稅收將讓購房成本節省到15萬元 伯利智表示 這是修復破碎的系統 再次讓加拿大年輕人能夠擁有買房夢的直觀重要的一步 但是還有許多更多的事要做 且你們能夠提供幫助的 伯利智在信中寫道 據加通社報道 伯利智不斷抨擊自由黨政府導致的住房負擔能力問題 指責總理特盧多導致2015年以來房價和租金的快速上漲 在信中伯利智提到 9年前擁有住房的成本僅佔中等水平的稅前家庭收入的39% 但現在接近60% 我的減稅計劃將讓建築工人和企業獲得更多收入 並給政府帶來21億元的收益 這不僅能為買家帶來更多的可負擔性住房 還能刺激每年額外建造3萬套房屋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主席 對聯邦保守黨提出的取消新建房屋GST的提議表示歡迎 但警告稱這不應以犧牲現有計劃為代價 這是一個好主意 主席表示這是全國各地的建築商一直要求的 取消GST將為當地買家平均節省4萬至5萬家元 並直接提高負擔能力 不少日本網友指控 正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的Hello Kitty50週年特展 現場出現中國黃牛大軍 嚴重擾亂現場排隊秩序 還瘋搶聯名商品拿去高價轉賣 日本上月底才傳出為在東京新秀 吉伊卡瓦專賣店 有大量中國黃牛湧入 並試圖竊取周邊轉獸 驚動店家報警管制 近日又有許多日本網友發文指控 正在東京國立博物館 決行的Hello Kitty50週年特展 現場也出現中國黃牛大軍 不僅以人海戰術嚴重擾亂現場排隊秩序 更在瘋狂搶購限量聯名商品後 拿去網上高價轉賣 引爆現場粉絲們的怒火 綜合日媒報導 為在日本東京都台東區 上野N字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 從本月1日開始 期辦Hello Kitty50週年特展 不僅展覽將陳列各地特色的Kitty 還販售許多期間限定的聯名商品 然而就在特展開幕第一天 傳出現場排隊人數過多 秩序十分混亂 且館內商品區過於擁擠 並許多民眾抱怨連連 根據當天在場的日本網友拍攝影片顯示 有許多上年級的中國大媽、大叔 不僅完全不聽從門口工作人員警告 還強行插隊 導致現場秩序相當混亂 吵雜聲不斷 還在闖進會場後 又迅速擠進商品區裡面 開始把架上聯名Kitty商品 直接抓一大把丟到購物欄裡 並在瘋狂掃貨後 開始把戰利品拿到門口 或PO到網上開始轉售 還有不少日本網友發文表示 他們前往中國人常用的小紅書、抖音等 中國社群平台 輸入與Hello Kitty有關的關鍵字後 看到大量中國用戶拍照片或影片炫耀 自己搶了多少特展限定商品 之後準備拿去轉賣牟利 有些人甚至輕易地把商品直接丟在地上堆成小山 讓許多真正的粉絲心痛抱怨 這個特展變成了阿比地獄 主辦單位三粒歐豬市會社後 事後亡羊補牢在官網發布最新公告 表明除了本次特展商品嚴禁 除了表明本次特展商品嚴禁轉售 更直白列出每一個人一次 僅能限購50件商品的規定 同時更改商品區的收贏與排隊位置 避免造成其他參觀遊客不便 不過公告發布後 還是引發許多日本網友的質疑 認為只要這些中國黃牛繼續出動人海戰術到現場搶購 特展秩序仍會難以控制 主辦單位在官網發布最新公告 除了表明本次特展商品嚴禁進